不只有一、二、三位参赛者 有十位参赛者要同时上台 直到站到只剩最后一人 某人即将第一次 有机会为百万奖金而战 每个日晚间八点 超市分秒必争 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超级小英雄 超级小英雄 SUPER 来到我们亲子律动的单元 看到我们站在我们的大广场中间 就知道我们要开始律动了 那爸爸妈妈们都知道 小朋友在生长过程当中 运动是非常重要 但是小朋友 你们运动都做对了吗 做不对可能会长不太高哦 不用担心 我们超级小英雄 特别邀请到天王天后的御用舞蹈老师 我们的阿妹老师 以及我们的超级专业的儿童职能治疗师 我们的阿凯老师 那其实像 我记得像阿妹老师有说啊 我们的律动之前 暖身操很重要 没有错 暖身其实 不是只有在一开始要做而已 而且在结束的时候你要做 就是暖身跟收操都一定要做到 对 这样的话 你隔天 像 像你暖完身 就是你运动完之后 你隔天会不会全身酸痛 会 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叫收操 因为你的身体里面有太多的那个乳酸 然后会堆积 然后就让你 全身酸痛 可是如果说你在暖身完了之后 然后运动完 然后又收操的话 你隔天还是一样 是一条活龙 活龙 那我想要问一条活龙的阿妹老师 我之前去那个上跳舞课的时候啊 就是因为很急着想要暖身 所以呢我就放了一首快歌 我就这样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跳 这样是正确的暖身方式吗 我觉得全身都热起来啦 对 热起来 那这个问题要问阿凯老师 这样的跳跃哦 其实暖身应该是做肌肉的延展 对 跟让他有准备要开始运动了 这样的跳跃我比较担心的是 你会造成膝盖的一个压力 咔咔呼 回去之后你的膝盖会痛 膝盖会痛 那对小朋友来说可能 影响到他的生长板 甚至影响到身高的发展 反而会可能长不高 对 帮到忙了 所以呢那我们今天阿美老师 要教我们训练肌耐力的 今天的超是什么超呢 今天的超是 嘿嘿 非常的简单 我们的双手摸膝盖 双手摸膝盖 然后先右边旋转 右边旋转 左边旋转 旋转 然后往前旋转 往前旋转 后面旋转 好 其实这做起来的话 对女孩子来讲 还蛮性感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对的音乐做做看 耶 好 自己的双手 好 摸着我们的膝盖 预备 六 预备 五 六 右边来 一 二 三 继续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换左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由前脚打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由后往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六 七 八 耶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今天的主题是要加强我们的膝盖 所以我们的动作是 小熊慢慢走 小熊慢慢走 小熊本来就慢慢走了 小熊慢慢走 那我们现在看 小熊慢慢走的时候 你要往前踩出去 二 然后回来 然后再换左脚 回来 二 然后记得小熊慢慢走 我会先往前走 好 我们先做一次 六 七 八 小熊慢慢往前走 记得不要同手同脚走 小熊慢慢往前走 我被发现了 然后又再同手同脚走 然后完了之后 两遍之后 接下来 我们向前 嗯 记得 踩一步 向后转 二 二 然后再往前踩 一模一样的脚哦 右脚 右脚 走回来 然后接下来又继续 前面走 继续 小熊往后 继续走 继续走 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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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走错的话 就变成迷路了 你知道吗 对 对 因为你迷路了 所以走不回来 而且阿玛老师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刚才讲的是 对 你的动作怎么可以那么帅气啊 其实往前走的时候 你看 你踩右脚 然后左手举起来 然后这样 接下来我们要往后转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往左边旋转 所以说 当我们往前看 一 二 三 四 預備 往后七 你看 踩 转 踩 踩 转 踩 转 五 六 七 八 然后习惯的话就是 包括你的头 你还知道说 方向在哪里 二 像是小时候没有玩过 幼儿律动 就会变成这样子 我决定 我要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好 預備 好 六 七 八 小熊散步走 好 然后再走 六 七 八 然后 然后 三 三 四 我站对了 我站对了 因为我自首 我刚刚是同手同脚转回来 然后又同手同脚继续走 所以我很容易迷路 所以呢 我觉得阿凯老师 我的肌耐力是不是很不好 你的肌耐力 不 你应该你的 基本上看到刚才的同手同脚 代表的是协调性的一个状况 是我的左右脑的问题吗 其实也不是 因为是习惯性的问题 比如说 阿美老师常常跳舞 所以这个协调性一定都特别的好 对 然后另外讲到 比如说肌耐力好了 比如说可爱你平常 哦 对 就是这种站姿 你看这样的站姿代表什么 跟阿美老师有什么不同 一样啊 我们都站着啊 对 你很习惯的 会把膝盖往后顶哦 女生都会啊 你看Carol妈也是啊 其实这样的站姿是最轻松的 因为这样的站姿 我的肌肉不用用力 哦 我用我的大腿跟小腿的骨骼去卡住 对 卡住 所以这个时候 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升旗的时候 这种站姿很舒服 校长老师你怎么讲我都不会累 对 可是这时候后面的小朋友 就会玩一个游戏 嗯 从你的膝盖顶下去 哦 我就会跪下去了 马上跌倒了 因为肌肉来不及用力 嗯 那这个平常时候你会这样站 表示你的耐力不够 哦 好 对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阿妹老师这样的站姿 是正确 膝盖稍微微弯 是 所以这个我还要给阿妹老师一个称赞 好 所以呢 其实呢 那阿妹老师 帮我们示范完整的一套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要示范完整的一套 就是 YA 要听音乐了 YA 大家一起跟着做 准备哦 好 还没哦 好 来 預備 好 来 預備 5 6 7 来 小熊往前走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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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一直继续 往前 好 準備往后 小熊往后走了 我走 再来 小熊往后走了 再回 来 小熊往前 往前走 小熊往前 5 6 7 小心 同手同脚 同手同脚 5 6 7 再一次 小熊往后 小熊往后 正面 继续 小熊往后 小熊往后 5 6 7 8 而且我没有一次跟上之外呢 旋转 我到底该怎么旋转 旋转的话 其实我们往前踩 我刚刚是这样旋转 哦 因为你看 我们踩下去对不对 那我们只要就是用脚跟 一起转过来 两只脚的脚跟 好 脚跟 身体其实在 身体的中间 是 那就是你看中间 双脚打开的中间 好 让它平衡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刷下去 对 你看你往前 你这样转的话 就跟我们玩那个就是 绕着头旋转一样 比较容易晕 你看 你保持在中间 旋转的话 就会比较清楚 是 而且比较不会晕 那我想问阿凯老师 因为刚刚我们在旋转的时候 是踮脚了嘛 对不对 那对我们脚底板的肌肉 有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叫做扁平足 嗯 那我们都很喜欢去买 扁平足的矫正鞋垫 对 事实上除了鞋垫以外 脚底也要训练 所以我们藉由垫脚肩的时候 你的脚底的筋啊 都要用力 所以会训练到我们的这个 足弓的部分 帮助足弓的建立喔 嗯 所以呢 大家都有没有学到今天的 金来的软身操之外呢 还有我们刚刚的 那个小熊慢步走 慢步走 但重点是在做小熊慢步走之前呢 大家一定有说 上个礼拜的 我们的超级小英雄 有没有 有的话就看到我们的 树上在苹果 今天呢 我们要玩大一点 就是呢 将树上在苹果 加小熊慢步走 一起串起来 来做一个玉绿槽 yes 所以交给我们的阿妹老师 那大家一起跟着做好吗 好 好 耶 头脑带过来 记得前面是先摘苹果 好 预备 5 6 7 8 来 右边倒 左边倒 上面倒 下面倒 右边倒 左边倒 上面倒 下面倒 右边摘 左边摘 上面摘很多 右边摘 左边摘 上面摘很多 右边小熊往前 往前 往前倒 继续 往前 往前 往前倒 小熊要回轉 回轉了 5 6 7 來 小熊向後 回 來 正面